ok 大家好 我是拉风牛 这期呢 主要来说说玉玺神虎和新鸡甲的问题啊 首先呢 就是新鸡甲了哈 除夕发布的鸡甲至今也有五天了 有些小伙伴呢 看到价格之后不敢抽 有些小伙伴抽了之后呢 却达不到期望 什么问题呢 就是防撞手感舒适性的问题啊 这个几方面呢 都是比较差啊 有些小伙伴开了冰破之后 再开序列未来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挺重要的啊 序列未来作为一辆比a车贵五倍左右的机甲车 总性能的肯定是要比a车强 但是手感和实战舒适性是要比冰破要差哈 那手感和舒适性直接影响到失误率 那实战比冰破失误多的话 或者又不耐转哎 那强能那一点点的总性能又有什么用呢 是吧 直接一个失误就把这个性能拉回平均值了 所以呢 很多小伙伴都来跟我说 这个机甲车呢 一叠也不像两千多的性能啊 跑起来比冰破还要差 叫我做一期视频 看看反馈一下 这方面确实花了一个比原基金贵的价格 抽了一辆新机甲体验 却要比原基金差了很多 这个世人都有点失落 是吧 然后就是玉玺神虎的问题 玉玺神虎呢 目前已经破了几个小黑的国服了 所以呢 也可以证明玉玺神虎跟咱们 所预料的是一样的 可以破一部分小黑的国服啊 所以呢 没有小黑的话可以抽一下神虎 但是有小黑的话 目前我是不建议抽这个神虎的哈 好的 最后呢 我是用这个神虎配新机甲跑了一个新纪录啊 还不错 但是这个手感是真的不好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收看 喜欢的点赞 特别支持一下